第一章 楚家提亲 西风城 水家 天空还萌萌微亮 娇阳出声 水家门前早已聚集了众多人群 他们的目光望向前方 眉眼中竟是夹杂住浓浓的嬉笑之意 在那里 停靠着一辆极为破旧的马车 马车旁则是一名身穿朴素不一的少年 少年年纪不大 十六岁左右 脸上还带有几分稚气 但他的那一双眼眸 却是漆黑深邃 遥遥地凝望着水家府邸 闪过了一道锐利的金芒 这名少年好像是楚家少主楚行云 据说天生体弱多病 性格懦弱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他来我水家作甚 水家门内 几名轻衣小似探出了头 满是好奇地打量住马车旁的不一少年 听说他是来提亲的 早早就守在门口 看着架势 多半又是基于大小姐的美貌大小姐 几名小似愣了下 目光中充满了诧异之色 水家大小姐名为水千月 五岁席文 七岁文洞西风城 十岁汽文从武 修炼仅三个月 便沟通天地 凝聚出了四平武林 如今方陵十六 据说已经进入翠体九重天层次 这样的天赋 不仅是在水家 在西风城都算是一个传奇 无出其右 更关键的是 水千月不仅天赋惊人 更拥有碧月修花之容 是西风城的第一美女 如果水家公开招亲 光是灯门的少年俊杰就足以从城东排到城西 我听说楚行云六岁开始修炼 十岁才凝聚出武林 而且 还是最垃圾的一瓶武林 连我们几个都不如一个没落家族的废物少主 要才没才 要实力没实力 居然敢打大小姐的主意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笑至极 几名小司满是嘲讽的道 庞扶是故意那般 无比清晰地传到了楚行云的耳中 但他却质弱网闻 依旧是挺直背脊 静静等待着 这时 一名身材魁梧的水家护卫走了出来 不懈地瞥了楚行云一眼 道 家主有令 秦楚公子入门详谈带露楚行云吐出一道平淡话音 使得水家护卫脸上浮起一丝怒意 但身体却是下意识地侧开了来 带楚行云走进了水家大门 一路前行 很快的 楚行云就来到水家主厅之外 他目光随意扫过 却见主厅内 正站立着一心身影 水家家主水虫弦 端坐于主位 气氛严肃 让整个空间都凝固到了极点 这样的画面 如果是寻常人 还未踏入主厅 恐怕都被吓得脸色苍白 但却见楚行云 昂首挺胸 龙行虎步 直接跨入主厅不说 还静止走到了水虫弦的面前 让诸位久等了楚行云不卑不亢地说道 脸上不仅没有慌乱 还显得极为从容 这个楚行云 以前生性懦弱 见到我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为何今日却有料如此大的变化 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水虫弦眉头微微皱了下 显然对楚行云的表现有些惊讶 但很快 这一次惊讶消失 水虫弦恢复了原来的平静表情 开口道 距离我大寿之日 还有数个月的时间 楚行云指此次登门 怕是有些早了 水泊泊误会了 此次我来到水家 并非是为了贺寿 而是来提亲的楚行云淡淡道 提亲 水虫弦眼中闪过了一丝冷色 楚行云点点头 朗声道 十六年前 水家遭遇仇杀 是我父亲出手相助 帮水家渡过难关 此事之后 水家就主动提出联姻之事 只要双方子女年满十六岁 即可完成婚约 原来是这件事 水虫弦故作恍然 低声回道 贤侄 当年之约 的确是由水家定下 但此刻你父亲却生死未卜 连踪影都无处可寻 还是等他安然归来后 再谈论此事也不迟 那水泊泊的意思是 我父亲一日不归来 这婚约就无法完成了 楚行云目光微宁 一改刚才的平静神色 竟变得有几分咄咄逼人 贤侄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水虫弦前笑了一声 但楚行云的神色更猛 眼神沉下 继续逼问 那敢问水伯伯是什么意思 莫非 你知道我父亲的下落 楚行云的声音如针 充满了穿透力 直接让水虫弦整个人挣在了原地 他抬起头 发现楚行云的那双眼眸 好冷 冷到了骨髓 让他有种坠入冰窖的感觉 居然说不出半句话语 呼吸困难 好一个满口胡言的家伙 正当水虫弦雨色之际 一道骄横的声音响了起来 话音刚落下 一道倩影便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是一名娇艳少女 二八年华 面容精致 将来长大后 必定是祸水级别的女子 只不过 少女的眼眸中 闪烁着浓浓的巨傲之色 破坏了整体的美感 此女正是水家的掌上明珠 水千月 见到水千月 楚行云脸上的表情 没有丝毫变化 声音油淡 我刚才所说的话 一字一言 全都遵从承诺 没有丝毫弄虚作假 这份情 是你们水家欠我楚家的文言 水千月身上散发出冷漠的气势 直接压迫在楚行云的身上 冷笑到楚行云 我是西风城 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天赋奇高 这辈子注定要成为 赤渣风云的绝世强者 能够让我清新的男子 必定也是风华绝代之辈 而你 性格懦弱 体弱多病 不过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根本就配不上我 你死心吧 雨落 整个大厅变得一片寂静 几乎所有人 都是暗暗点头 以水千月这样的天赋 将来成就 必定不可限量 能够夺得他欢欣之人 必须是精彩绝艳的天才人物 楚行云 显然差了十万八千里 根本没那的资格 面对注水千月的冷言奚落 出乎意料 楚行云的脸上 没有一丝难堪之色 目光依旧是那般平淡 甚至乎 在那一抹平淡中 还夹杂住灭世 没错 正是灭世 就庞佛是九天神龙 俯视着卑微蝼蚁那般 居高临下的灭世 灭世水千月的话语 更灭世了水千月 不可一世的可笑姿态 你似乎有点自作多情了吧 楚行云转过头 满是嘲讽地看住水千月 笑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今日前来提亲的对象是你了 我 自作多情 水千月的身体颤抖了下 整张脸都因为这句话 变得帐红不已 两半红唇 更是上下颤抖着 充满了羞涩和愤怒 不过 除了这两种情绪外 她的心中 也充满了疑惑 要知道 水家有且仅有一名大小姐 楚行云不娶她 那要娶谁 第二章时间会证明一切 楚行云并没有理会水千月 转头看向水虫弦 但然道 水伯伯 我此次提亲的对象 并非是水家大小姐水千月 而是水家二小姐 水流香 什么 水千月的瞳孔立刻紧缩起来 声音尖锐道 你要取水流香那的剑种 话音回荡在主厅内 让在场的水家人群 脸色都变得异常的难看 尤其是水虫弦 面色不断的变换 先是苍白 然后是铁青 最后帐红如猪肝 又羞又怒 水家 只有一个小姐 那就是水千月 至于楚行云所说的水流香 乃是水虫弦和一名青楼女子所生 名不正 言不顺 在水家 她的地位甚至还不如一名下人 此次楚行云提亲 搞得满城皆知 所有人都以为她要向水千月提亲 但最后的结果 她却放弃了水千月 选择连下人都不如的水流香 难道她疯了不成 听到水千月的话 楚行云的神色变得阴沉 声音冷漠地说道 一个字一毁约 举止可笑之人 根本没资格诋毁流香 在我眼中 你跟她相比 简直是云泥之别 啪 一道清脆的声响传出 让所有人都颤抖了下 目光望去 却见在主厅门外 站立着一名单薄瘦小 身穿粗布衣裙的少女 她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 眼眶内 蓄满了晶莹的泪水 流香楚行云看到少女的一瞬 脸上的冷意消散 眼眸内 竟有一丝感动 彭扶是看到了 离别已久的爱人那般 脚步跨出 楚行云走到水流香的面前 将她的手紧紧握住 用只有自己能够听到声音 在心中暗暗说道 流香 这一世 我绝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看住楚行云的痴情模样 水千月双拳紧捏 牙齿咬得搁吱作响 过去五六年来 楚行云都是疯狂地追求助她 这次提亲 水千月自然以为 楚行云是为她而来 可现在 楚行云不仅向水流香提亲 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露出这样的爱恋之情 如果这是传出去 外人岂不是会暗中嘲笑水千月 说她连一个箭种都不如 水千月死死地盯着楚行云 怒及返校 一个是楚家废物 一个是水家箭种 还真是门当户对 天造地设的一对说话之间 水千月对注水虫咸道 爹 既然有人自甘堕落 要破罐子破摔 那我们也不好拒绝 就答应她好了 免得拿着承诺说事 来要挟我们水家楚行云 你真的要向水流香提亲 水虫咸语气冰冷 说话的时候 甚至看都没看水流香一眼 无情无义 完全不把她当成是骨肉 那是当然 楚行云立即开口回答 无比认真的道 只要水家愿意将流香取配给我 那么你们水家欠我楚家的恩情 就此一笔勾销 两不相欠我丑话先说在前头 你若是迎娶了水流香 那么她便不是我水家之人 日后 不管发生何事 我水家都该不负责 而你 更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水虫咸语气凝重 再三确认道 水家不愧是名门 张口不离利益 楚行云反击一笑 充满了不懈之意 如果我今月迎娶的是水千月 除了钱财 我还能够得到什么 你 你 听到这一番话 水千月整张脸都变得扭曲起来 楚行云 不仅暗奉水家势力 还羞辱了她 说她无财无德 见水千月咬牙切齿的样子 楚行云脸上的不屑之意更浓 继续道 而娶了流香 虽然我只能拥有她 可是对我来说 她胜过一切 楚行云骄傲地挺起胸膛 言语蒸蒸 让水流香终于忍不住汹涌的泪意 晶莹泪水 划过了脸颊 秘密而下 好 水虫贤重重点头 宣布道 既然你如此坚持 那么从现在起 水流香就是你楚家之人 从今往后 水楚两家再无瓜葛 说完 水虫贤居然转身 快步走到桌前 将昏书清楚写了出来 并甩到楚行云的面前 千八水虫贤面无表情地说道 实则在她心中 却是充满了狂喜之意 水流香的存在 对水家来说 根本是可有可恶 没想到 楚行云居然会为了她 亲自上门提亲 还甘愿抵消楚家 对水家的恩情 这对于水家来说 简直是一大惊喜 怎么 你反悔了 过了片刻 水虫贤见楚行云 没有任何动作 顿时有些慌了 急忙出声发问 楚行云摇了摇头 只见她伸手 将水流香的青丝挽起 凝视着那张清秀的面容 论容貌 水流香不及水千月 但她的眼眸中 却充满了善良和纯真 如一朵盛开的青莲 亲人心脾 让人想捧在手心里 细心呵护 全心全意对待 刘香 你愿意嫁给我吗 楚行云深深吸了口气 一字一句 无比清晰地说道 云哥哥 水流香身躯微颤 那好不容易止住的泪水 又流了下来 在她很小的时候 娘亲就因病而死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 之后 她被接到水家 情况并没有因此好起来 反而是受尽折磨 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悲惨生活 毫无地位 在那段日子 只有楚行云会对她好 默默保护着她 这一切的一切 水流香都记得 甚至她还天真地想过 以后要成为楚行云的妻子 今天 这个梦实现了 楚行云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她求亲 我愿意 水流香微微点头 刚说完 楚行云就将她抱了起来 高兴地大声欢呼 看到楚行云喜不自胜的样子 水千月心里有种酸溜溜的感觉 开口嘲讽道 真是鱼找鱼 虾找虾 癞蛤蟆找青蛙 话音极为的刺耳 让楚行云身体一顿 双眼阴冷地眯了起来 冷声道 我再次奉劝一句 做人别太自以为是 话也别说得太满 竖起一根手指 楚行云断然道 一年后 皇朝五大五府将会公开选拔 到那时 我会让你知道 谁才是坐井观天的癞蛤蟆 一年 水千月高傲地扬起下巴 轻蔑道 别说一年 就算十年百年 你也远远不及我 只能蜷缩在阴暗的臭水沟里 永远仰视住我 是吗 楚行云没有继续辩驳 目光冷然地环视一周 将水家人群 所有的嘲讽表情 都记在了心中 旋即 拉着水流香转身离开了水家 他的步伐 很坚定 没有丝毫的犹豫 因为他知道 时间会证明一切 第三章千年如一梦 两人走出水家 围观人群纷纷投以嘲讽的眼神 刚才在水家主听发生的事 他们多多少少听到了一些 但听到跟看到 完全是两回事 一看到楚行云 带着水流香出现 他们都笑了 笑声中充满了不屑 癞蛤蟆配青蛙 这话说得真没错 楚行云这样的废物 就应该配水流香 这样的建筑 不要理会他们 我们回家 楚行云对着水流香淡淡一笑 拉着他 直面迎上了人群的飞语流言 没有丝毫的逃避 楚行云居住的府邸 并不在西风城内 而是在城外的楚镇 虽然说是府邸 但不如说是一处院子 占得不广 只有可怜的两三间房 空空荡荡 看不到伺候的仆人和婢女 十六年前 楚家并非如此 乃是西风城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就连城主府都要离让三分 可惜好景不长 楚行云出生没多久 楚家就遭到了暗杀 满门上下 死伤惨重 楚行云的母亲也因此失去了踪影 为了找寻妻子的下落 楚行云的父亲离开西风城 从此一去不回 生死不知 从那以后 楚家就走向了衰落 不得不移居楚镇 家族的诸多产业 也以楚行云年幼为由 相继被他人接管 最终 只留下这间院子 给楚行云 生活极为潦倒 少主二字 有名无分 出门有点急 所以没有好好打扫 楚行云看了眼 杂草丛生的庭院 有点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后脑勺 云哥哥愿意娶我为妻 我高兴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在意这些 水流香笑了笑 他这话发自真心 只要能够跟楚行云在一起 就算再苦 他也不会抱怨 两人刚走进院子 迎面就走过来 一个身形销售的少年 手里提着一只大公鸡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手臂上甚至还有几道血痕 少主 你可算是回来了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我专门偷了一只鸡 准备杀了做菜 好好给你们庆祝庆祝 销售少年 嘿嘿笑住 一咧嘴 整张脸都疼得抽搐起来 小虎 你这是何必呢 楚行云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反而是叹了口气 这名销售少年 名为楚虎 自幼在楚家长大 跟楚行云相依为命 今日 楚行云苏醒过来 就发现楚虎不见了 整个庭院都空荡荡的 毫无生气 那时候 楚行云还以为楚虎挨不下去 已经离开了楚家 另寻出路 万万没想到 楚虎并没有离开 他听到楚行云 去水家提亲的消息 就专门去偷了一只鸡回来 要为楚行云 好好祝贺一番 他身上的这些伤 不用明说 楚行云也能够猜到 肯定是偷鸡的时候被打的 少爷 当初如果不是楚家收留我 恐怕我早就饿死街头了 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 为了少爷 就算是赴汤蹈火 我也在所不辞出虎说着 双膝就要跪了下来 楚行云急忙将他扶住 目光中充满了感动 笑道 今天是大喜日子 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赶紧把鸡杀了 我们好好吃一顿 好嘞 楚虎点点头 露出了憨笑表情 立刻把大公鸡捉进了厨房 至于楚行云和水流香 他们也没有闲着 将庭院收拾了下 搬出桌椅 在门口挂上大红灯 虽简陋 但整个院子也是洋溢着喜庆气息 一顿酒足饭饱后 夜幕已经降临 一轮圆月悬挂在夜空中 洒下了柔和月光 既然今天是大婚之日 按理来说 楚行云应该和水流香 共度春宵 结成夫妻连礼 但吃晚饭后 水流香就满脸通红的窜进房间 还把门锁上了 这一幕 顿时让楚行云有些哭笑不得 他心里清楚 水流香对他是真心实意的 但水流香的年龄太小 只是十五岁的小姑娘 还没做好行男女之事的准备 少爷这时 厨壶洗完了碗 他顺着楚行云的目光 看向了水流香的房间 脸上立刻露出一丝 别有深意的笑容 道 我记得在仓库里 似乎有备用钥匙 要不我给您取来 你这家伙 少爷我是那样的人吗 楚行云白了楚虎一眼 低声喝道 小滑头 竟想这些东西 还不赶快去睡觉 哦 楚虎撇了撇嘴巴 一溜烟 直接回自己房间去了 看出楚虎离开的背影 楚行云美好气地摇了摇头 不过 这种气氛让他感觉很舒服 有一种家的温满 回到自己的房间 楚行云并没有立刻睡去 而是盘坐在床榻上 只见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闭合的双眼陡然睁开 眉心处 竟是有一道金芒绽放出来 凝聚成一枚婴孩拳头大小的玉石 落在了楚行云的手中 看出这没熟悉的玉石 楚行云怅然一笑 仍是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在今天之前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正在天灵山巅苦修 眼看就要踏入地境之时 一柄长枪透胸而过 刺穿了心脏 动手之人 是楚行云的结拜兄弟 十大武皇之一的奥阳武皇 萧行天 此人和楚行云 结识于无尽涅海 那时 萧行天被无数强者围攻 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是楚行云救了他 助他解围 帮他疗伤 从那以后 他们两人志趣相投 便结拜为兄弟 一同闯荡真灵大陆 入秘境 杀强敌 夺秘宝 情义之身 比亲兄弟还要深厚 但最后 萧行天却背叛了楚行云 暗中偷袭 让他生死当场 此前 楚行云仍是难以相信这个事实 当一片黑暗笼罩 他再度睁开双眼 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回到了16岁 一想到这里 楚行云就陷入了 忧远的回忆中 还记得上一世 楚行云大病痊愈后 就急急忙忙跑去了水家 向水签约提亲 最后的结果 不仅被水家拒绝 还被水虫弦打成重伤 赶出了西风城 那时候 楚行云几乎觉得自己要死了 是水流香 帮他疗伤 还给他找了住的地方 一直照顾着他 直至痊愈 也正是那一段时光 让楚行云深深地爱上了水流香 两人离开西风城 隐姓埋名 在流云皇朝内流浪 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 那时 虽然很苦 但他们都拥有彼此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但好景不长 他们不幸遭遇了寿朝的袭击 水流香为保护楚行云 惨死在妖兽爪下 那一幕 楚行云永远也不会忘记 深深硬刻在脑海中 在经历了九死一生后 楚行云活了下来 尽管天赋低下 但凭脊柱对生存的敏锐 他闯荡了整座真灵大陆 得到诸多奇遇 最后成为赤渣风云的霸天武皇 千年时光 宛若一场梦幻 既然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让当年的遗憾再发生 楚行云握紧了拳头 在心中默默发誓之时 脑海中缓缓浮现出两道熟悉 而又陌生的身影 第四章轮回天书 在上一世 楚行云成就霸天武皇之名 名动天下 寿命更是长达千年之久 这段悠长岁月中 说得上遗憾的 只有两件事 第一 是水流香的死 第二 则是楚行云亲生父母的下落 所有人都知道 在楚行云出生后 楚家就遭遇了暗杀 楚行云的娘亲不知所踪 他的父亲未追查凶手 离开了西风城 整整十六年都未曾出现过 但真相并非是如此 当年 楚行云被赶出西风城之前 无意中再遇到了最久的水虫贤 从水虫贤的口中 他惊讶得知 当年的暗杀 原来是水家和云梦五府串通好的 要强行掳走楚行云的父母 云梦五府 乃是流云皇朝的五大五府之一 传承数百年 连皇族都不敢小觑 跟云梦五府比起来 莫说是楚家 整座西风城都显得很渺小 也正是因为有云梦五府的介入 楚行云的父母才会被掳走 楚家死伤无数 甚至被谣传成是遭遇了暗杀 无人胆敢追查 那时 听到真相的楚行云 恨不得把水虫贤杀了 无奈的是 他实力太低微 根本无从下手 只能把这个秘密埋藏在心里 当初我知道了真相 苦于没有实力报仇 而当我真正拥有实力之后 此事已经过去了数百年 流云皇朝早已勿使人非 水家没落 云梦五府被灭 不管怎么追查 都没有半点头绪 楚行云深深地叹了口气 造化弄人这四字 他深有体会 这一次 楚行云穿越千年 重回十六岁 他必定会弥补这两大遗憾 不仅要让水流香 永远陪在他身边 还要前往云梦五府 寻找亲生父母的下落 云梦五府势力庞大 现在的我 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暂且先从水家下手 今天 我两度逼问水虫贤 从他的反应看 他肯定知道诸多内幕 楚行云眼眸闪烁 在心中思索住 时间缓缓流逝 不知不觉中 夜已经深了 楚行云没有再继续深思 而是将目光 落在手中的玉石上 说起这一枚玉石 也是颇为玄妙 上一世 楚行云为了寻找 踏入地境的契机 便进入天灵山内闯荡 这枚玉石 正是那个时候得来的 我被肖行天偷袭后 莫名其妙地回到了 十六岁这年 但这枚玉石 并没有消失 依旧跟随着我 难道这一切 都是因为这枚玉石 昔日得到这枚玉石之后 楚行云就没少研究 但不管他尝试何种办法 这枚玉石都没有丝毫的动静 没想到 正是这枚神秘玉石 在楚行云浑霄破散的一瞬间 带他回到了千年之前 太玄妙了 如果不是亲身体验 楚行云绝对不会相信 会有这样的事存在 因为 生与死 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掌控的 就算是传说中的地境强者 也不能够左右生死 必须遵循天地法则 正当楚行云疑惑不解的时候 一股迷蒙光芒 陡然从玉石里面射出 凝聚成一道巨大漩涡 将楚行云的身体都笼罩住 楚行云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当他恢复意识的时候 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这里 似乎是一处密闭的空间 六面环绕 整个空间都弥漫着点点微光 完全没有一丝生机 显得有些阴森 奇怪了 当年我研究如此之久 都没发现玉石的秘密 怎么现在 他却自行出现了异响 还把我带到这个地方 楚行云越来越感觉到疑惑 目光向前看去 发现在空间的中央处 耸立着一座石台 他急忙走了过去 发现石台上摆放着一本黑色古书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这古书很薄 只有寥寥几页而已 通体呈现出漆黑颜色 上面也没有书写任何文字 完全无法判断来历 楚行云脚步踏出 走到了黑色古书的面前 不过他并没有急着去翻阅 而是颇为谨慎地查探住四周 过了一会 周围并无一样 楚行云这才将黑色古书拿起 翻开了第一页 刚开始 楚行云以为这本黑色古书 是什么武学功法 但认真查阅后 这第一页所记录的内容 是一篇传记 出自轮回天地之笔 也正是这一篇传记 让楚行云明白了一切 我在天灵山得到的这枚玉石 名为轮回石 是轮回天地的本命之物 能够颠倒轮回 让将死之人回到过去 重新开始新的一生 在我临死之前 鲜血浸染轮回石 无意中激发了轮回石的神效 至于轮回天地 按照上面传记所述 他并非是真灵大陆之人 而是来自一个叫做仙庭的地方 被仇家所追杀的最终 深宵道远 这枚轮回石 却被保留了下来 遗落在天灵山内 楚行云知道了这些 并没有感觉到无比的吃惊 当初 他闯荡真灵大陆 进入了许多秘境 早就知道在真灵大陆之外 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玄妙世界 轮回天地所说的仙庭 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世界 而且 这个仙庭 必定要比真灵大陆 要强悍千百倍 起码在真灵大陆内 楚行云从来没看到过轮回石 更没听说过 谁能颠倒轮回 重返过去 古书上还说 我所处的这片空间 位于轮回石内部 时间流速跟外界截然不同 外界度过一日 这里却度过整整五日 换言之 如今我在这里修炼了五天 外界才过去了一天 楚行云眼眸中爆发出狂喜之色 显得很是激动 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古书的第二页 然而 他用尽所有的力气 都无法翻开古书的第二页 就连整本古书 都变得异常沉重起来 双手一松 立刻落回了石台 重新变成原来的模样 彭夫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这是怎么回事 楚行云猛地皱眉 下一刻 他看到石台上浮现出一行文字 进入距临近 方可继续查阅轮回天书 轮回天书 楚行云再次将目光 盯向那一本黑色古书 将这个名字默默记在脑海中 他有种预感 轮回天地之所以将轮回天书留下 并且设下这样的限制 必定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说不定这跟轮回天地修炼的轮回之道有关 第五章 恶人上门 轮回之道 又被称为生死之道 据传记所叙述 轮回天地是万年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 参悟天地生死 眼窗红尘 最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轮回之道 掌控轮回之道的他 即便在强者无数的先庭当中 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可以随意颠倒时空 轮回生死 几乎可以说是不死不灭 最后他为何会陨落 传记上并没有明说 但毋庸置疑的是 轮回之道的强悍 已经完全超越了楚行云的认知 哪怕是得到一朝半时 都可以让他受用终生 我要努力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到聚灵境界 好好看一看轮回天书 隐藏着什么秘密 楚行云低声呢喃了一声 脸色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凝重 反而极为兴奋 他此刻修为是 脆体经二成天 距离距临近 还有整整八个层次 在别人的眼中 这或许很困难 但对楚行云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表面上 他只是十六岁的少年 实则脑海中拥有着千年记忆 所掌握的功法武学 更是凡若星辰 数不胜数 更何况 在轮回室内修炼 一日抵得过五日 这更是让楚行云充满了信心 可以在短时间内 踏入聚灵境界 咕噜噜 想着想着 楚行云就感觉有些肚子饿了 离开轮回室的那空间 他惊讶地发现 窗外已经升起了一轮骄阳 原来 他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在轮回室内待掉如此之久 走出房间 大厅中 水流香早就做好了早餐 正准备去叫楚行云吃饭 而楚虎这个家伙 则是流着口水 把昨天吃剩的鸡汤端了出来 整座庭院内 都充满了食物的香气 画面很是温馨 不过 偏偏偏偏偏在楚行云开心的时候 一道轰鸣声响起 楚家的大门突然被踢了开来 力道之大 让整扇大门都变成粉碎 楚行云 立刻给我滚出来 否则 就别怪我手下无情 一道无比冷漠的声音响了起来 让楚行云的目光凝固在那里 三人立刻走了出去 却溅在门外 站着一名锦袍少年 脸上充满了巨傲 在他的腰间 还别住一柄无耻长剑 剑芒闪烁 浑身散发出一股凌厉气息 楚行云看到此人 脸色沉了下去 楚阳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眼前这名锦袍少年 名为楚阳 同样是楚家之人 十多年前 楚家正直衰落 家族内的三名长老就暗中勾结 以保全楚家香火为由 各自瓜分了楚家的 诸多产业和财富 那时候 楚行云尚且年幼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住 属于自己的家产和财富 被这三名长老夺走 否则 楚行云也不会沦落到这般境地 连一只鸡都吃不起 要靠楚虎去偷 而这个楚阳 正是楚家大长老之子 性情巨傲 平日里几乎没来过 让楚行云万万没想到 今天 楚阳居然不请自来 一脚踢碎大门不说 还出口威胁 楚行云 你昨日在水家的事 现在已经传得满城皆知 你这个没出息的狗东西 居然取了水流香这个剑种 今天我过来 目的很简单 把家主经营交出来 从此以后 你楚行云不再是我楚家少主 更没资格自称是楚家之人 言及于此 楚阳高傲地扬起头颅 语气霸道 毕竟你的存在 只会让楚家蒙羞 还不如趁早划清界限 免得日后没脸见 楚家的列祖列宗 楚行云不怒返笑 问道 家主经营 你凭什么让我把经营交给你 话音刚落 楚阳的脸色就阴沉下来 冷漠道 就凭我是脆体四重天修为 今日你若是不拿出家主经营 休怪我不念旧情 手掌猛然一抽 楚阳将长剑握在了手中 剑光闪烁不休 寒气逼人 昨日 楚阳进入脆体境四重天 大喜过望之下 又得治疗楚行云提亲的事 索性就想来逼楚行云 交出家主经营 让他的父亲可以继承经营 名正言顺地成为楚家的新家主 如此一来 他不仅可以提升地位 还能够得到更多的修炼资源 百利而无一害 感受到楚阳身上的冷意 楚行云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眼神微微凝固 陡然吐出一道冷漠字音 你滚吧 家主精英 根本不属于你 见楚行云如此嚣张 楚阳心中顿时涌出一股怒意 好你的楚行云 既然你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说吧 楚阳身上绽放出一股土黄色光芒 胸口挺起 全身骨骼传来一阵啪啦声响 肌肉骤然膨胀开来 将身上的衣服都撑起 更为惊人的是 他的身后出现了一尊独角蛮牛虚影 仰天猫叫 让楚阳整个人的气势都变得蛮横起来 卷起阵阵狂风 这独角蛮牛 赫然正是楚阳的武灵 位列二品层次 四 楚阳低喝一声 单手持剑 立刻向前冲了出去 直接展向楚行云的胸膛要害 本来 楚阳并不想对楚行云下手 毕竟楚行云是楚家少主 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但在名义上 地位却远远高于他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十六年来 楚家三名长老 都没有出手逼过楚行云 可今日 楚行云竟如此嚣张 不但拒绝交出家主经营 还让他滚出去 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这让楚阳再也忍不了 找死的是你 楚行云也怒了 整个人不退反进 快一步来到了楚阳的面前 只见他左手如蛇 紧紧缠住了楚阳的手臂 右掌则是紧握成拳 朝住楚阳的肩膀重重轰去 身上的所有力气 在这一瞬间爆发开来 连武林都施展不出来 废物就是废物 看到楚行云出手 楚阳不屑地笑了 然而 就当他要出手的瞬间 他惊讶地发现 在楚行云的缠绕下 自己的手臂居然没办法动了 就连灵力都使不出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这一拳 轰在肩膀上 没办法闪躲 轰一声 楚阳整个身体都被轰飞出去 手臂脱臼 再也没办法握紧长剑 狼狈地跌落在地面上 身体变回了原来的模样 独角蛮牛 在二平武林中也算是不错 气力极其蛮横 但你为了耍帅 却选择以长剑为兵器 如此一来 完全没有发挥出武林的优势 而且 剑 不是你这样用的楚行云面色冷漠地看住楚阳 右手一甩 将长剑握在手中 一朵剑花挽出 精妙绝伦 居然发出了一道清澈空灵的剑音声 这声音 很精纯 完全没有一丝杂质 让楚阳的双眼瞪大 脸上充满了惊诧之色 在他的印象中 哪怕是他的父亲 楚家大长王 都无法让长剑发出如此空灵的剑音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行云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 第六章 无名功法 楚阳抬头凝视着楚行云 胸口剧烈起伏 他双眼通红 脸上充满了愤懑之色 本来 他今天是要用蛮横的姿态 从楚行云手中夺得家主精英 再好好讽刺一番 以此彰显自己的强悍实力 但此时此刻 他却狼狈地倒在地上 被楚行云这般奚落嘲讽 这一幕 简直让楚阳丢尽了脸面 恨不得直接冲上去 把楚行云千刀万挂 好好发泄心中的愤怒和仇恨 不过 楚阳身安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 他向后滚了一下 慌慌张张地站了起来 对住楚行云道 卑鄙的狗东西 居然隐藏了实力 暗中来阴我 今天就算我倒霉 栽在了你的手上 但三天后的家族大会 你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三大长老联名弹劾 到那时候 这家主经营 就算你不想交 也得交出来 说完后 楚阳转身就要离开庭院 站住 楚行云怒喝一声 脚步跨出 将手中的长剑甩了出去 咻 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长剑宛若流星那般 在楚阳惊恐的注视下 擦住他的耳旁掠过 直接钉在了门梁上 楚行云那瘦弱的身影 庞腹高大了许多 指着门梁上的长剑 冰冷道 我再重申一次 家主经营 根本不属于你们 就算是三大长老威逼 我也绝不会妥协交出 楚阳被楚行云的气势 吓得脸色苍白 恶狠狠地瞪住楚行云 凶狠道 那好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个不妥协法 说话时 楚阳将长剑抽了出来 踏出门槛后 又回头瞥了楚行云一眼 只要想到三天后的 家族大会上 楚行云遭到三名长老 联名弹劾的难堪模样 他的心脏就剧烈加速起来 脸色不再愤怒 而是充满了期待之色 待楚阳离开后 整个院子立刻安静下来 楚行云站在原地 目光中金芒闪烁 不断回想着 楚阳刚才说的话 云哥哥 对不起这时 水流香走了过来 脸上充满了歉意 都是我不好 不然云哥哥 你也不会遇到这些事 全都怪我 那群家伙 早就基于家主金芸多年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会找其他的理由 你不用放在心上 楚行云揉了揉水流香的发丝 神色坚毅道 不过你放心 这次家族大会 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奸绩得逞 回到房间 楚行云将房门关上 直接进入了轮回时的那空间 家族大会上 三名长老肯定会百般刁难 逼我交出家主金芸 尤其是在修为境界上 肯定会大作文章 楚行云目光微微沉下 真灵大陆 以武为尊 实力 是一切的根本所在 今日 楚阳胆敢上门挑衅 就是仗主修为比楚行云高 如果楚行云是武皇境界 莫说楚家 就连流云皇朝的君王 也要对他俯首贴耳 一想到这里 楚行云不再沉思 双膝盘坐而下 立刻捏动出一个繁杂的手印 您 沉默片刻 楚行云微闭的双眸睁开 顷刻间 他体内的灵力开始翻滚起来 宛若是一团火焰 在体内不断地燃烧 这一丝丝火焰 在楚行云体内穿行着 最后 融入了全身的每一块血肉 此刻 楚行云所修炼的功法 并无称谓 乃是他上一世 闯荡真灵大陆的时候 在一处上古一季中寻的 武学和功法 共分为 人 灵 圣 天 造化 这五大等级 但这部无名功法 却极为古怪 并没有标注任何的等级 不过 无名功法的强大 却无需置疑 除了能够提升修炼速度之外 还有一个极为逆天的能力 改造武灵 众所周知 人类只要感应到天地灵气的存在 就可以沟通天地 在体内凝聚出武灵 也唯有凝聚出武灵 方可称之为真正的武者 武灵的形态万千 拥有的力量也截然不同 根据武灵的强弱差别 共分为九个品级 一品武灵最为弱小 九品武灵最强大 水千月之所以被称之为西风城第一天才 除了它的修炼速度极快之外 武灵也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 四品武灵 穷极整座西风城 也找不出第二人 可见其稀有程度 按照常理来说 武灵本是天地所赐予 根本无法用人力更改 无名功法却是例外 它不仅可以吞噬他人武灵 还能够吸取精华 以此作为本源 来改造修炼者的武灵 从而让武灵的品级不断提高 也正是因为这部无名功法 楚行云才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废物少主 一跃而上 成为赫赫有名的霸天武皇 然而 无名功法虽然逆天 却也有巨大的缺陷 修炼无名功法后 修炼者虽然能吞噬他人的武灵 却只能吞噬高级别的武灵 换言之 如果你的武灵位列三品 你要想吞噬武灵 只能选择三品或者三品以上的武灵 一品武灵和二品武灵 都无法吞噬 就高不就低 这一个缺陷很是古怪 经过楚行云的研究后 他可以很明确地断定 这部无名功法并不完整 是残缺的 上一世 我得到无名功法之时 已经迈入中年 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期 现在的我 年纪尚小 或许能够把无名功法修炼圆满 同时将我的武灵提升至九品层次 乃至更高 一想到这里 楚行云心中充满了豪爽之气 心念微动 一道长剑虚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这柄长剑 就是他被人取消的废武灵 位列一品 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就连铁匠铺售卖的长剑 都比他的武灵强 但楚行云的目光中 没有一丝的嫌弃 双目微微闭合 立刻进入了修炼状态 借助着上一世的修炼经验 楚行云利用微弱的灵力 不断淬炼住武灵 片刻过后 很快就完成了一个大周天 一股剧烈的疼痛感 突然传来 让楚行云的脸色 变得无比苍白 就好像是武灵 要被活生生扯断了那样 疼得浑身发抖 如果是别人 遇到这种情况 早就昏死过去 但楚行云却咬紧牙关 以强大意志坚持着 哪怕浑身颤抖 冷汗冒出 都没有选择放弃 给我破 楚行云深吸一口气 将灵力朝着武灵轰击过去 轰 一声闷响从体内传来 居然间 那股疼痛感如流水般消失 悬浮在面前的长剑 顿时发生了变化 浑身上下都笼罩着一抹朦胧微光 论品集 依旧未变 仍是最垃圾的一瓶武灵 但细细查探 却会发现 这柄长剑上 散发出一股玄妙的气息 就庞佛式淬炼而出的剑胚 日后必定能够锋芒毕露 成为无上灵剑 不愧是无名功法 在改造武灵的同时 居然让我成功突破 踏入了脆体三重天层次 楚行云感受住体内的浑厚灵力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悦的表情 但没过多久 这一抹喜悦消失 它反而是眉头紧锁 显得有些凝重 六个时辰的时间 成功修炼无名功法 并且从脆体二重 晋升到脆体三重 如此进度 已经极其的害人 但这样的实力 依旧无法震慑三名长老 家主精英 也很难保住 如果拥有足够的灵财和丹药 我可以将修炼速度 再提升一倍 只可惜 楚家所有的家产 都被人抢走 现在的我 跟乞丐没多少区别 楚行云狠狠咬着牙 先不说丹药 就算是最便宜的一级灵财 也需要数百两银子 这对一穷二白的他来说 无疑是一笔巨款 而且 他修炼的是无名功法 越是修炼到高深境界 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要想吞噬他人的武灵 也同样需要强悍的修为 否则 只会遭遇到强烈反噬 伤及性命 这两点 都让楚行云感觉到 深深的无奈 有了 正当楚行云烦恼的时候 一道流光 陡然在他的脑海中闪光 他旁服是癫狂了那般 哈哈大笑起来 甚至自言自语 嘲讽自己太愚笨 明明拥有一座巨大的金山 还为了几百两银子而苦恼 上一世 楚行云是赤渣风云的霸天武皇 游历整座真灵大陆 阅历丰富无比 全都深深记忆在了脑海中 虽说他现在重回十六岁 修为不在 但这些记忆 却并没有消失 在他的记忆中 除了无名功法之外 还有许多的武学和功法 随便拿出来一本 也足以在西风城 造成不小的轰动 第七章 毕波九蝶浪 想到就做 楚行云立刻找来的笔墨 慢慢回想起 一套名为毕波九蝶浪的掌法 毕波九蝶浪 位列临阶终极 已经是楚行云记忆中 最低级的武学 如果不是掌法较为巧妙 他早就抛之脑后 我记得水家的镇足武学 也就是临阶终极层次 这套毕波九蝶浪 在西风城 应该算得上是顶尖武学 价格应该不会太低 在流云皇朝境内 西风城 处于西北部 只不过是边陲小城 修炼资源并不丰厚 大多数武者 都只是修炼人阶武学 也只有那些大家族 才拥有临阶武学 而且从不外传 当成是镇足之宝 毫不夸张地说 一本临阶武学 足以打破各大家族的实力平衡 就算是成主府 也会心动不已 想要将武学买回去 怀揣着激动心情 楚行云将 毕波九蝶浪的修炼心法 书写在了纸上 同时还在上面 绘画住九世长法 这一过程 就不再轻松了 楚行云的眼界虽高 但体内的灵力太稀薄 每绘画一世长法 都会耗光所有的灵力 整个后背都被汗水所染湿 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以我现在的能力 只能勉强画出 灵阶终极的武学 如果强行绘画 更高深的武学 恐怕会遭到凌厉的反噬 当场重伤武学功法 并非是单纯的图画和文字 要想将一套武学 完美临摹下来 除了需要庞大的灵力 还需要武学意境 否则 就算将武学临摹下来 也只是须有其表 外人看了 根本无法修炼 也幸亏楚行云上一世 是武皇级别的强者 阅历高深 换成是其他人 脆体三重天修为 就敢临摹临阶终极武学 根本就是找死 我记得 一本人街低级武学 就能够卖到千两银子 临街中级武学 价值应该在十万两银子左右 楚行云心中呢难住 直接离开了轮回时的那空间 他并没有急着离开庭院 而是找来一件宽大黑袍 这才朝门外走去 少爷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 楚虎看到了楚行云 问道 我要去西风城一趟 楚行云顿了顿 叮嘱道 这一趟 我可能要晚点才回来 你们不用担心我 再者 如果楚行云他们来了 就说我闭关修炼 绝不能跟他们起冲突 好 一切听少爷的楚虎点点头 目送着楚行云离开 走出庭院 楚行云将黑袍披在身上 悄悄地离开楚镇 走进了灯火通明的西风城 此时 虽说是夜晚 西风城依旧是热闹非凡 有不少舞者在街道上来往 身披黑袍之人 也不在少数 没人注意到楚行云 顺着记忆 楚行云穿过了一条条街道 来到了方式 方式 是舞者的天堂 共分为三大区域 交易区 拍卖区 武斗区 流云皇朝 共有六十四座城池 每一座城池都设有方式 传闻 每一座方式 都暗中有势力保护住 所以 方式的管理尤为严格 遍布高手强者 谁敢轰抢闹事 都会被瞬间杀死 走进了方式 楚行云禁止朝住西风拍卖场奔去 西风拍卖场是西风城最大的拍卖场 西风城的顶尖强者 经常会出现在这里 要想把避波九叠浪的价值最大化 必须选择西风拍卖场 您好 请问有什么能够帮助您吗 刚走进西风拍卖场 一名装扮火辣的性感侍女便迎面走了过来 并没有因为楚行云的装束 而感到惊诧 老夫手上有一套武学 想要放在你们拍卖场拍卖 让你们拍卖场的主管来见我 楚行云压低了声音 随口说道 他本就是赤扎风云的爵士强者 那种属于强者的气势 根本不需要刻意为之 自然而然就散发了出来 那名侍女的脸色微微一变 一听到要拍卖武学 就变得恭敬了许多 再感受到楚行云散发出来的强者气势 更是连忙攻下了腰 如果前辈不介意的话 还请您先到贵宾室静候 我立刻去禀报主管说完 侍女便打开了一扇大门 急忙跑去禀报 楚行云也不住急 自行走进了贵宾室 静静等待着 很快的 那名侍女也走进了贵宾室 在她身旁 还站立着一名身穿滑跪颈袍的老者 侍女凑在老者的耳边 指着楚行云 悄悄似语了几句 你下去把老者点点头 让侍女先行退下 随即 她走到了楚行云面前 眼眸内闪过一道金芒 发现眼前这名黑袍制人的修为 仅有脆体三重天境界 脸色不惊一尘 不问缘由 不管来历 这八字 是西风拍卖城的金字招牌 现在看来 真是让老夫感到失望 楚行云猛地站了起来 衣袖一甩 就要大步离去 且慢 那名老者快步拦住了楚行云 脸上有一丝男色 道 老朽是西风拍卖场的主管 名为孟卿 刚才的举动 实在抱歉 还请前辈莫要怪罪 刚才楚行云说那一番话的时候 气势无双 隐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感 使得孟卿的心头狂颤 立刻收起了查探的念头 很显然 楚行云是故意散发出这股气势 要将孟卿震慑住 毕竟他要拍卖的是凌阶终极武学 越是让人看不透 就越是有力 听闻您要拍卖一套武学 敢问那套武学位列何种层次 见楚行云没有离开 孟卿心中暗暗输了口气 已经完全将楚行云 当成是神秘莫测的影视强者 至于脆体三重天的修为 他更不在意 影视强者 脾气都极为古怪 隐藏自己的修为 并不是什么罕见之事 楚行云伸手进衣袖 直接将毕波九蝶浪取了出来 递给了孟卿 我要拍卖的 就是这套临阶终极的掌法 楚行云语气平淡 孟卿刚接过毕波九蝶浪 听到楚行云的话 心头猛的一惊 这个神秘强者 居然要拍卖临阶武学 而且还是终极层次 他深深吸了口气 目光移过 将纸张小心翼翼地展开 仔细研究了起来 过了许久 孟卿这才把目光 从纸张上移开 看住楚行云 脸上露出了一抹讨好的笑容 信心到 这套掌法 的确位列临阶终极层次 以我的眼光 起拍架设定成20万两银子 不知道您一向如何 你这套掌法 我再缓码了 我再缓码了